这是我们这儿 新开辟的一个户外学习场所 挺有意思的 你看 流星花园 是一个造梦的工厂 小男孩的妈妈终于得救了 天使告诉小男孩 天上的流星呢 是他抛下的许愿石 去看看吧 只要对着流星许愿 这些愿望就都会实现的 小男孩问天使 问自己该怎么报答他呀 天使笑着说 不要让这个世界改变你的笑容 要让你的笑容 去改变这个世界 吴老师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使吗 当然有啊 天使就在你们心里 你们呢 都是被天使保护的人 吴老师 我们也要用笑容 去改变这个世界对吗 对呀 不光要用笑容改变世界 还要变成一个有梦想的人 下面呢 你们就把自己的梦想 写在这些卡片上 每天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 这些愿望就一定会实现 而且你们也都会变成天使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能要一张卡片 写下自己的愿望吗 小朋友们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解散吧 来 再见 再见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不是都两清了吗 对不起 干吗说对不起 你本来就没有错 回去吧 回到你自己的世界中 这里不属于你 我只想一个人 安静地生活 乐乐 宝宝睡着了 一会儿起来喝奶啊 等会儿啊 喂 美玲 是我 死丫头 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你知不知道 你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我有多着急啊 美玲 对不起啊 你快告诉我 你现在好不好 你在哪儿啊 我 我 你还记得 五年前的那个星星小学吗 李周梦 他找到了我 我现在心里真的好乱好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啊 你赶紧跟他回来啊 可是 可是我真的怕 怕他又像以前一样 我真的再经受不起 这样的打击了 童啊 丽中谋他确实是真心爱你的 赶紧回来吧 就算不为了丽中谋 你也该为了童一童着想啊 美玲 你再让我好好想想吧 我先不说了 保重自己 我 童 童 你这个干妈 想气死我 你贴到了 老师 还要贴了 你贴过了 这个球 赶紧贴 你贴了 我希望 我心爱的女人 能够原谅我的过错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